如今王一博的热度和影响力都是公认的 真正想要在娱乐圈立足的艺人 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热度的 有热度才能够被大家记住 王一博作为高热度的艺人 自然也带动了所在经济公司的热度 王一博所在的乐华娱乐公司是一直饱受争议的一个公司 公司的其他的艺人热度也都很高 包括老板杜华也曾因为很多次的口误引发热议 必须要承认的是王一博绝对是乐华娱乐热度最高的一位艺人 他也因此给乐华带来了很多的热度 最近乐华公司开始招纳新的艺人 公司的宣传语直接夸下海口要打造下一个王一博 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海报宣传都笑了 王一博的热度确实高 而且如今很多黑粉想要见缝插针都很难找到切入点 之前王一博受邀参加英雄联盟全球直播赛 为比赛跳了开场舞 因为这一次的活动 甚至有黑粉还称王一博是在蹭热度 王一博到底是不是在蹭热度大家心知肚明 而王一博又被蹭了多少热度 王一博虽然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但其实王一博的名字是经常出现在各类综艺节目中的 王一博的实力告诉大家 他就是能够仅仅凭借一个名字引发讨论的 这一次月华娱乐的宣传海报真的太可笑了 下一个王一博真的是呼之欲出的吗 王一博在月华娱乐待了很多年 最开始的时候王一博并没有很高的热度 他有梦想也一直在努力 但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公司对他并没有很好 一直到陈情令开始 王一博开始爆红 一瞬间跻身于高热度的艺人行列 而且陈情令已经三年过去了 王一博的热度还在高涨 王一博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 真的是完全由月华培养的吗 其实喜欢王一博 了解王一博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答案是不 王一博的魅力是凭借自己 月华也真的不能打造第二个王一博 王一博的修养和魅力是藏在骨子里的 娱乐圈中有太多的艺人一夜爆红 但是真正能够红很多年的却很少 王一博做到了 王一博是特别的 他的敬业 他的教养都决定了他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其实艺人真的都是有排场的 尤其是小有名气的艺人 配合度高的真的很少 但是王一博就是一个例外 他是会担心参加活动的衣服褶皱 默默地在旁边站很久的艺人 他也是能够在后台将就的艺人 他不会和工作人员主动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 或许在很多艺人眼中 要求单独的化妆间 要求单独的休息室 指定品牌的咖啡和饭都是工作人员应该言听计从的 王一博确实话很少 但是工作人员对王一博的评价真的很高 这一切都决定了王一博是能够走得更远 这一次月华娱乐夸下海口 粉丝们只是笑笑不想说话 王一博是如何成为今天的王一博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次突然就评论两个请不吝 찾아 。 。 这次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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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